因为温宁融合了魏无羡的金丹,导致容貌更加接近魏无羡,两人看起来倒真有七八分相似。 这时,三姐弟正在说着这段时间的经历,忽然魏无羡觉得腿上一重,低头一看,不知什么时候,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偷偷蹭了过来,抱住了他的腿,用圆圆的黑眼睛使劲瞅他。 开口却道,阿爹。嗨嗨,魏无羡被这稚嫩的声音吓得不小心呛到口水猛的咳嗽。 抬了抬腿上的小孩,道,你是那家的小娃娃,怎么能随便逮着人就叫爹呢? 只见那小孩贬着嘴圆溜溜的眼睛一下子蓄满泪水,抱着魏无羡的腿,瞬间眼泪鼻涕一涌而下,哇哇大哭控诉道, 坏爹,坏爹,你不认我呜呜,魏无羡手足无措,举着腿,完全僵在哪里,一时不知怎么办。 温宁见此便想去抱开,但那小孩却死死地抱着魏无羡的大腿,扯着嗓子哭哭啼啼地叫, 不要,我要阿爹,我要阿爹,呜呜,我不要你抱,魏无羡苦笑不得道,小娃娃啊,我真不是你爹。 小孩哭得好不可怜,连鼻头都有些微红,别人上去拉抱都不肯非要抱着魏无羡的腿, 道,姚叔叔说了,你是我爹,呜,你就是不想认我,呜,姚叔叔。 魏无羡哑然,一头雾水地看向孟姚,道,阿爹怎么回事? 因为他知道孟姚做事一向有分寸,不会平白无故地给他认个儿子的。 孟姚笑道,公子,你忘了,这是阿爹啊。 魏无羡一愣,想起之前同孟姚共情时看到的,那个自己确实认了个儿子,好像就是叫温怨来着。 沉吟片刻,魏无羡一弯腰,把这孩子抱了起来,让他坐在自己手臂上,道,温怨。 温怨抱着魏无羡的脖子,红着眼睛点头,道,阿爹,你记起我了。 魏无羡略微尴尬地摸了摸鼻头,他根本就是忘了好吧。 顿了顿便举着温怨道,好吧,阿爹就阿爹吧。 听到这句温怨才眨把这眼睛笑了出来。 魏无羡见状便把他往上抛了抛,逗得温怨哥哥地笑。 须于,魏无羡便把他放下,让他自己去玩,自己则转头去和温情梦瑶商量事去了。 阿姐,喂,他真是我的哥哥吗? 温宁低着头,小声地问道,嗯。 温情露出了这段时间来,第一个安心地笑容道,是的,他是舅舅的儿子,也是你的哥哥。 我的弟弟。 温宁摸了摸后脑勺傻笑道,怪不得,我第一次见了,他就总有些熟悉感,原来是这样。 嗨嗨,魏无羡亲壳一声,打断了温情温宁的叙旧道, 阿姐,阿爹,这段时间我闭关,他们那些人有没有上来为难你们? 温情摇了摇头,道,没有,我们听你的话,关山了。 孟瑶则道,他们上不来,我在乱藏岗的四周都设了公子留下的符咒。 想了想又道,不过我好几次都在结界外看到兰二公子。 想来他是来找公子的,不过听说公子闭关没出,就又回去了。 罗青阳也点了点头,接着道,我也好几次遇见兰二公子,不过他好生奇怪, 老是因着脸和我说一些魏公子的喜好,甚至有时候还冷冷地瞥我一眼, 就像我抢了他什么宝物似的。 罗青阳说着说着就抱着自己的胳膊搓了下, 这话乍一听都觉得兰旺鸡有些莫名其妙,除了梦瑶。 他可是知道为啥兰旺鸡会这样, 前世就是这样,因为公子救过媳妇,又在年少时聊过媳妇。 所以,一听到公子提起自家媳妇,就会冷冷地叫公子魏远道。 魏无羡则顿主,忽然想起了沐西山的玄武洞里, 自己说身上这个疤绵绵会记一倍都不会忘掉, 蓝湛听了,似乎很生气,当时还问了他是不是喜欢绵绵, 他好像更恼怒了,可能是因为自己戳穿了他的心思吧。 不过他好像不太会追女孩,来找人家为啥总说我的喜好呢? 说自己的不好吗? 哎,算了。 想了想,忽然觉得心里闷闷的,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来, 沉闷着道,可能他喜欢你呢。 嗨嗨,嗨嗨,梦瑶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,翻着白眼。 暗道,公子呀,那是我的媳妇,虽然现在还不是, 但共情实明明都看见蓝忘机和他是道旅了, 还是觉得蓝忘机为了看住他这个邪魔外道,才同他合集的。 上次人家蓝忘机说得多清楚要带他回家, 他总觉得蓝忘机不安好心要带他回去废了他。 他觉得他家公子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, 忽然心中非常同情蓝忘机。 罗青阳顿时羞红了脸, 躲在梦瑶身后瞪了魏无羡一眼, 道,魏公子,你怎么不说蓝二公子喜欢你呢? 魏无羡一愣,摆着手道,不可能, 他说过,我这个人很讨厌的。 梦瑶一听,他现在不单是同情蓝忘机了, 还觉得他十分可怜, 喜欢谁不好,非得喜欢他家公子这种, 这种不开窍的,不他家公子,简直没有窍。 哎,以后还是多给点机会蓝忘机和公子单独相处吧。 乱葬岗依旧叫乱葬岗, 但却并非是以往怨气冲天的乱葬岗, 如今哪里经过一场淋雨,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仙家福地。 魏无羡,他们几人商量了一下, 直接在乱葬岗里成立宗门, 宗门也并非是梦瑶所知的要宗,而是叫归西宗, 谐音归西,因为魏无羡过了雷劫, 感应天道规则不全, 亡灵没有正规的轮回之道, 得知以后自己非身后会建立名符补权规则, 所以先成立归西宗,是要渡亡灵入轮回。 归西宗里分五格。 轮回格,主轨道,渡亡灵。 一格,主治疗依旧伤患。 阵符格,主阵法和符咒。 剑格,主剑修。 乐格,主乐修。 魏无羡同领剑和轮回两格, 温情同领一格,温宁同领阵符格, 梦瑶同领月格。 半月后,昭告天下归西宗正式成立, 过了问心路者皆可入归西宗。 归西宗入室在修真界引起了一阵动荡, 人人都想来探个究竟, 可惜过不了问心路就上不了乱藏岗。 有些有心人就把主意打在了温情的身上。 这日,春光明媚, 魏无羡在乱藏岗轮回格内渡亡灵, 一个新来的门声找来。 宗主,兰陵金氏带着梅人上门求取温阁主。 魏无羡拧紧着梅, 随着门声去会客厅, 来时才看到金光善一脸笑吟吟, 不怀好意地坐在桌案前, 梦瑶温宁也都在, 不过脸色都不太好就是了。 金光善一看到魏无羡就站了起来, 眯着眼道, 呦,魏贤弟来了,坐坐。 贤弟? 魏无羡一愣, 瞥了金光善一眼。 金光善笑道, 呵呵, 你我都是一宗之主, 当以平背相论。 魏无羡眉眉头一条, 心道, 他知道金光善滩花好色, 可也没想到他能这么不要脸。 金宗主来此有何贵干? 金光善开门见山道, 听说, 魏贤弟有一姐姐, 年方二十有三, 再下来是想和你结个亲, 以平欺盈, 啊, 话还没说完就被魏无羡抡起桌子给砸了过去, 金光善整个人痛得缩卷在地, 头上鲜血直流, 一下子就染红了金色的家袍。 魏无羡眼中泛着寒光, 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冷笑, 交杂着不屑于蔑视, 又令人不寒而栗。 你是什么东西, 敢这般折辱我姐姐? 嗯。 金光善捂着伤口, 丝毫道, 魏无羡, 你怎么敢? 我可是一宗之主。 魏无羡低沉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, 冷若冰霜的眼神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温暖。 道, 阿宁脱下去, 废了它。 闻言温宁就立即起身把金光善拖走了。 这时金光善才真正的害怕了, 哆嗦的声音道, 阿瑶, 阿瑶救我, 我可是你父亲啊。 梦瑶一愣, 想起了如今这具身体金光瑶的经历, 在金子轩生辰这一日, 她去认亲, 没想到连她这个亲生父亲的面都不曾见过, 就被一个家奴给踹下那高高的金灵台。 那台阶很高, 摔下来真的很痛, 连没经历过的梦瑶, 都觉得那痛痛入骨髓。 越想越气, 如果自己年少时不曾认识公子, 恐怕自己也会成为金光瑶。 公子, 我去帮阿宁。 只见魏无羡摇了摇头, 道, 你不可动手, 他再怎么说都是你生生父亲, 不可逆了轮场。 你若杀他, 以后得不到天道认可, 飞升就抗不过雷姐。 梦瑶顿主, 眼眶有些泛红, 点着头, 声音有些哽咽道, 嗯, 我知道了, 我不动手。 这一日, 乱葬岗内, 响起了一阵阵惨绝人寰的叫声, 可是无一人同情那惨叫之人, 因为有因必有果。 そ扔大人的爱之人, 那么我们担任追尽。 我根本对这天都不太疼。